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海苔含有丰富的纤维素 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 清理呢 附着在肠道壁上的毒素和垃圾 并及时地排出体外 第四 核桃 可以改善失眠和健忘 核桃呢 不仅能够改善人体的失眠 健忘 还有呢 防癌 抗癌的功效 此外 核桃对癌症患者呢 还有症痛 提升白细胞 以及保护肝脏 等等这些作用 第五 绿茶 可以呢 提升视力 常喝绿茶呢 不仅能够提高眼睛的视力 还可以呢 缓解很多皮炎引起的皮肤骚痒 第六 葡萄干 去皱 抗衰老 葡萄干营养丰富 它的营养呢 相对于新鲜葡萄 更适合我们的身体需求 每天吃一把呢 能够很好地改善品屑 葡萄干呢 还具有 去皱 抗衰老 缓解手脚冰凉和腰症背痛的作用 第七 核桃 提高记忆力 吃核桃呢 不仅能够提高记忆力 蓝莓果食当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具有呢 防止老神经老化 保护势力 强心 软化血管 增强人体免疫力 等等这些功能 第八 开心果 改善动脉硬化 人的压力呢 如果长期得不到释放呢 容易出现 抑郁 悲观 厌世的情绪 常吃开心果呢 能够释放 长期积压的不良情绪 此外呢 常吃开心果 还可以呢 降低血液粘稠度 改善动脉硬化 第九 红酒 保护肾脏 适当的饮用红酒呢 可以改善血液循环 通筋活络 此外呢 适量饮酒 可以降低尿蛋白的水平 保护肾脏的功能 第十 性肝 降血压 性肝的甲含量呢 是香蕉的三倍 而甲牙 就有明显的 降低血压的功效 另外呢 还有一些零食 被列入了 垃圾食品的排行吧 为了自己的健康 还是少吃为妙 第一种 酥脆型的曲奇饼干 第二 派类 以及酥类的食品 第三 薯片 以及盆化食品 最后别忘了告诫身边的朋友呢 要多吃以上的健康饮食 并远离 垃圾食品 好了 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李医生 在视频下方 点赞 订阅 点亮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呢 把它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受益 请不吝点赞